青草油麦菜吃腻了吧 不如试试这个做法 大家好 我是大厨饿斗 今天给大家分享 超简单又好吃的下饭菜 豆豉鲫鱼炒油麦菜的做法 即便是厨房新手 也能炒出酒店一样的味道 因为它主要的味型 已经被豆豉鲫鱼决定了 首先我们准备一罐豆豉鲫鱼 它有227克和184克两种 我这一份是小罐 刚好炒一大盘 用手把罐头撕开 里面的鲫鱼差不多就是两条 大小也基本上差别不大 接着我们用筷子把鲫鱼夹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底下的鲫鱼最好把油腻一下 最后把罐子里面的小刺也夹干净 接着我们把鲫鱼处理一下 把鱼肉掰开后 把鱼中间的大骨刺给取出来 鱼肚子旁边的小刺可以不用处理 顺便用手把鱼肉撕成小块 全部封开后我们看一下 这些取下来的鱼刺是可以嚼着吃的 没有必要丢掉 只是炒青菜的时候吃的不方便而已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 清洗干净的油麦菜大约一斤重 它们底部的切口已经风干老化 我们先把它们按盖子切下来 保留鲫嫩的位置 全部处理完毕后 再把它们改到现在小段 至于长短看个人喜好了 家庭操作盘子小 我一般会切短一点 全部处理完毕后 最前面一节油麦菜会有一部分梗子 我们需要用刀把它们改小一点 根据实际的大小切成四刀六段 全部切好后 把它们和叶子部分分开摆放 因为这两个部分下锅的时间不一样 接下来准备三个去皮的大蒜 横刀切成片 全部切好后 把蒜片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再切点姜片也放进来 最后加入一点点的干辣椒 我这个辣度是广东辣 不喜欢可以不加 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加入多点的清水 炒水中加入点盐 入个底味 加入点油 可以保持油麦菜 脆立的颜色 广东的做法还会加入点白糖 水开后先下入梗子部分 一边加热 一边用勺子翻拌一下 让它们瘦得均匀 炭个15秒就可以了 再把叶子部分也全部倒入锅中 用勺子把它们按进热水里面 也炭个15秒 就迅速全部倒出来 放入冷水中浸泡 用流动的清水 把它们冲凉 完全冷却后 捞出来沥干多余的水分 下锅的时候 一定不能看到多余的水 下一步把锅洗净擦干 朝锅中加入一勺猪油 开小火加热让猪油融化 等它融化后 把罐子中的豆豉全部倒进来 罐子中的油会保留一点 转中火 用勺子不断的煸炒 炒出豆豉的香味 爆香后 再把姜片蒜片干辣椒 全部倒进来 还是不断的煸炒 把它们爆香 再倒入全部的豆豉鲤鱼 翻炒个15秒 再迅速倒入全部的油麦菜 加入一丁点的味精 加入一丁点的白糖 盐一般不用加了 口味偏重的朋友 可以适量加一点 然后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把锅中的全部食材 炒热炒出锅气 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这道菜是没有什么汤汁的 一定不能久炒 如果炒出水就失败了 好了 一道超级下饭的豆豉鲤鱼炒油麦菜 就完成了 我是大叔饿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